嗨,今天我要和室友去吃中国最地道的火锅 我们现在来到了地铁站 如果你想问,在中国哪里的火锅最地道呢? 嗯,答案肯定是重庆 今天呢,我要去一家很有名的火锅店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其实呢,有人说过 其实在重庆啊,你随便走进一家火锅店 他们家的火锅应该都挺好吃的 那这是我们学校附近很有名的一家火锅店 我们去看看吧 我现在已经坐下了 然后我们打算要点菜了 我室友正在点菜 在吃火锅之前呀 你一定要给自己调一个油碟 那这里呢,就是调油碟的地方 里边呢,有很多的调料 还有很多的小吃 有很多水果 下面呢,就该我大显身手了 我要去给自己调一个油碟 我们要先给碗里放一点香菜 还有葱花 然后再弄一点点蒜末 然后再弄一点点蒜末 最后一步啊 我们需要 给里边倒一罐油 你没听错,真的是油 然后呢,我们要用筷子搅拌一下 我们点的菜上来了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是牛肉 这个也是牛肉 这个是毛肚 这个呀,是瓷巴 吃起来甜甜的 这个是小油条 还有水果 这个呢,是虾滑 好的,我们要开始吃火锅啦 来给大家看一看 你就说香不香 哇,真的 闻起来可香了 现在呢,把牛肉煮到锅里边 今天呢,我们吃的是重庆火锅 那重庆火锅呢 是非常非常辣的 但是呢,它在中国是特别有名的 如果你想吃火锅的话 就一定要来吃一吃重庆火锅 我们从锅里边加的肉 就要在油碟里边蘸一蘸 这样的话就不会太辣了 NAS,吃吧 你可以拆好我 盛小姐 嗯 你想说什么 你想说什么 我觉得很好吃 还有吗 没有 你最爱吃的那道菜是哪一道 这个 为什么好吃 好吃 就很好吃 非常好吃 完了 这个是虾滑 大家有吃过吗 现在工作人员正在帮我们 把虾滑煮到锅里边 大家可以看到 这叫鸳鸯锅 嗯,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有两种口味 中间的锅是清汤的 然后旁边的锅是辣的 现在工作人员也要在辣锅里边 给我们煮一些虾滑 你们喜欢吃清汤锅呢 还是辣锅呢 虾滑 嗯 感觉我以前都直接吃了 喝到锅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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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瓷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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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怎么给它特写 好,我们咬一口 给大家看一下 好,我们咬一口 给大家看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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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会和朋友聊聊天 嗯 嗯 NAS NAS 真的NAS 嗯 下面我们要吃小油条了 这个小油条呢 你可以直接吃 你也可以把它放到锅里煮 都是可以的 今天呢 大家一起和我吃了中国最地道的火锅 那么你们想来中国尝一尝中国的火锅吗 嗯 如果你想来吃火锅的话 一定要来重庆哦 这座城市它的火锅真的很有名 嗯 或者你来中国可以找我玩儿呀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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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